今天來講的話,我們要繼續這個Sensus Topic 來介紹一下其他東西 稍微回憶一下,我們在最後是講到Strend Gauge這個東西 如果各位要記得的話,我們在這個topic裡面是要介紹一些Sensor 可以用來偵測一些基礎的力學,或者是一些位移這樣子的物語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了這一類的Sensor,它是可以把它分成四類 根據我們今天使用的這些特性 分別的話,應用到電阻式,電容式,電感式,還有一個壓電式的特性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在第一個分類裡面,就是電阻的改變 電阻改變的話,當然是線性電阻的差異 第二個就是我們對它所造成的形電製造出了電阻的一個變況 所以像下禮拜最後面所提的這個Example裡面 我們甚至可以用它來量測血壓的高低 我們可以拿來量測血壓的高低 當然這可能需要,因為它這個電阻組的改變其實是蠻小的 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可能要搭配一下灰氣墊橋才能夠把這個差異給準確量測出來 那各位從上禮拜所看到的這些照片來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結構上面非常非常簡單 我們使用到的絕大部分都是金屬的導線 那為了要讓它在形電上有一個比較一致的效果 這個導線通常我們會把它製程做在半導體的機台上面 所以基本上它運用就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半導體製程而已 所以以現在來說的話,技術上面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甚至我們可以把它做微型化 一般來講,這個ScreenGate可以根據我們今天的應用來設計它的大小 可以是幾個公分或者甚至幾個mm 在一些特殊的需求上面,我們甚至可以把它做得很小 反正現在放到幾次層已經OK了,對不對 我們可以使用微信鏈的技術把它製造在Silicon SoundTracks上面 所以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它使用這個ScreenGate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 它是金屬的材質,所以它會受到溫度的影響 我們知道說對於金屬來說溫度越高的話 電阻值也會偏移,它是往越大的方向移動 所以你必須要確定一下你的工作溫度是什麼樣子 然後根據這個溫度下去做一些修正 OK,我們這邊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把它做微型化的過程當中 它也很小,不是那種 之前你看得到這種線性建築的size 所以它也做到非常小 小到什麼地步呢? 小到可以裝在青島管上面 OK,青島管的話呢 它是一些輕入式的一些管子 正如其名,它其實就是從我們的主要 通常都是由大靜脈生病去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然後可能會延伸到心臟的腔式 OK,那可能它的功能的話呢 是用來觀察你心血管的狀況這樣子 OK,那在這個輕入式的觀察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希望能夠知道在每一個部位 每一段的血管或每一個心臟的槍式裡面 壓力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通常會需要一些壓力的感測器 那有了這個String Gauge的技術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String Gauge 把它Mount在這個新島管上面的這些琢磨上 OK,那你看到這個全照圖這個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琢磨 一個具有彈性的琢磨 它的尺寸是非常的小 因為它是小到可以進到你的血管裡面 所以它的直徑可能是只有一兩個mm 或是兩三個mm這樣子而已 OK,所以進去之後呢 當你血壓變化的時候呢 可能會造成這個薄膜上面 形狀的一個外觀形狀的一個改變 OK,那這個形狀的拉扯呢 進而會影響到這個上面的String Gauge 它的一個形狀的一個變化 OK,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薄膜上面的不同的位置 像這個地方選擇的是在那個側邊 應該說靠邊緣的位置 還有在整個薄膜的中央呢 都把這個String Gauge Mount上去 OK,所以當你的這個壓力改變 比如說 左側的壓力小於右側的壓力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形變 反之如果左側的壓力大於右側的壓力的時候 它會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那在不同的形變狀況之下呢 薄膜的狀況不一樣 薄膜的那個外觀的這個curve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扯動這些String Gauge 造成不一樣的線性變軸變化 那你只要能夠量測出這些線性變軸的改變 你就可以去推測你現在薄膜的形狀是怎麼樣的 那如果你能推測這個薄膜的形狀呢 你就可以去找出它所對應的壓力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形變跟壓力的一個關係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是你自己做的 鴻膜是你做的 鴻膜是你做的 然後這個String Gauge也是你放上去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回推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小 可以到可能是幾十個micrometer 或者是幾百個micrometer這樣子 所以以上的話是電阻式的感應器的部分 要我們只有提一些例子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說明內容畫到電感式 利用電感的功能來感測現在物體的位移 那我要電感是什麼呢 或者是我想各位都上過一點點基礎的一些電學 所以你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一個通常來講 一個繞線的線圈 它就會通過電流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電感的效應 那左下方這個電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個圖 這個電路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很簡單的Transformer OK 電壓的轉換器 對不對 所以如果左邊有一個給定的外加電源的話 你在右邊的線圈就會收到一個感應的電位 那如果說它們的繞線線圈 是完全對稱一致的狀況之下 左側和右側的電位是一樣的 電壓是一樣的 那如果說你現在想要做的是增壓或是降壓的話 我們可以改變圈數 OK 這是在我們基礎電路學裡面很 很背光的東西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才對 那應用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出這個位移的量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從頭來看一下這個電路 左邊這個地方是我們的Pronary Codes 也就是吃電源的這個部分 一般來說我們會加入一個 就是供應一個交流電 OK 這個交流電呢 也就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這個電流 在通過這個電感效應之後呢 它就會在它的附近呢 產生磁通量的改變 OK 為什麼會改變 因為電流在改變 對不對 磁通量一定會改變 那磁通量改變的狀況之下 你只要在這個附近呢 也就是它的對側的地方呢 擺上一個線圈 一樣是無線管型的線圈 它就會收到 偵測到這個磁通量的改變 然後產生感應電流 進而產生這個感應電動式 這是全部都是一體的 OK 那我們通常來說呢 為了要加強這個感應的效果 我們一般來說 在中間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加上 鐵磁性的一些礦物物質 最常見就是鐵棒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會加強強化 磁通量的變化 所以這樣子可以達到 比較好的一個感應的效果 OK 大概原則上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剛剛有說過 繞圈的圈數呢 可能會跟你今天產生的 感應電動式大小有關係 不過我們現在的目的 並不是要降壓 或是升壓或是降壓 我們現在是想要 知道這一個位置 到底偏移到哪邊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 右側這個地方 也就是產生感應電流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並沒有主動的 這些電位的提供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 Secondary Coil 它純粹是 Tick out這些感應電流 然後產生一些感應電動式 OK 我們這個地方放的是 兩個一模一樣的一個 回圈的一個電路 所以如果這個中間的鐵棒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鐵棒呢 如果剛好是在平衡的位置 也就是比現在還要在上面一點點 剛好跟線圈的位置是對稱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上面這個線圈跟下面這個線圈 所接收到的感應電動式 就是理論上來說 會是一模一樣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的電壓輸出 Vout的部分呢 剛好是這一端 相對於這一端的電位差 他們就會完全相等 因為它是把另外一端 當作的電位 把它修設定起來 當作成電位 那如果說你在這兩個線圈上面 所產生的感應電動式 是完全一樣的話 你用這樣子連結的方式 你在Vout上面呢 你收到的電位 輸出電位是0才對 OK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的鐵棒 產生了一個位移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你看這邊的Motion的方向 是上下這個方向 那在這個Example裡面 我們是把它往下扯 在往下拉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它比較靠自己下面這個線圈 所以呢 在下面這個線圈裡面呢 所感受到的這些感應電動式 會變得比較大 上面那個線圈 因為比較遠離這個鐵棒 所以它所接收到的感應電動 會比較小 這樣一來一往之下 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Vout不會再是0 因為一個變小 一個變大 所以呢 如果這個Vout 是以這邊為正 這邊為負的話呢 你的輸出電位呢 可能就會是一個負的 或者是說 我應該這樣講 跟你的原始的這個Ve呢 是反向的一個電位輸出 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是一個交流電 那反之呢 如果你的這個鐵棒 是往上位移的狀況之下呢 你得到的電位輸出剛好 即興會相反 那這個位移呢 在它的量越大的時候 就位移越多的時候呢 這個電位的差距就會越明顯 OK 所以在一個適當的安排之下呢 可能就會獲得一個線性的關係 也就是說 今天的電位輸出 跟我們鐵棒的位移量 會成正比 Buffy大概是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右邊這個地方呢 它所顯示的這個曲線圖呢 兩個顏色的一個曲線 它表示就是 位移 橫走 這個motion的部分呢 它的大小 以及 Vout Output Voltage 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為什麼它有兩條線來顯示呢 因為 很顯然 因為我們現在是交流電 不是直流電 OK 所以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看到的 我們接收到的這個電位 一直都是一個交流的輸出 它不是一個直流的輸出 所以它這邊顯示的是它的amperative 還有它的face 紅色這條線呢 是它的amperative 正幅的大小 藍色這條線呢 是它的face OK 也就是它的相位 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跟你的原本的訊號園同向 或者是反降 OK 那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你的位移是往上的時候 也就是你的motion是正向的時候 你的輸出的話 基本上是同向位的 反之如果你是 往另外的方向輸出的時候 你得到的這個相位 就會有180度的差異 因為剛好前面會加一個負號 負號代表就是180度的差異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表示位移的方向 正幅的部分呢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斜直線 當你的位移量越大的時候呢 你獲得的電位差異會越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紅色這個線 對應到的是Voltage Output 如果這個線 精準一點的話 這邊應該多加一個Menture 就是它的強度是多少 或是它的震度是多少 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好 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量測物體的位移呢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 對於我們的量測的Sensor來講 這些Code都是固定的 可是這一根鐵棒是會隨著物體的移動 那當你知道你的物體的震動 或是移動位移 是沿著垂直方向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把它邁移在一起 或是它是contact在一起的狀況 所以你就可以量到這個 隨著物體移動這個碟棒 跟輸出電流 輸出電位的一個關係 好 都沒問題 那我問給我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否則不要用交流電 用直流電可不行 用直流電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話 是為什麼 沒錯 直流電不會產生磁通量的變化 但是 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想要量測的是 所以換句話說 這邊如果提供直流電 然後你的鐵棒有產生位移的時候 這個時候磁通量會不會改變 也會啊 沒錯吧 也會啊 那磁通量的改變 難道我不能夠獲得輸出上的一些變化嗎 所以要不要重新考慮一下 請問一下能不能使用直流電 我們現在我剛剛講的原理都 都是很基礎的變磁感應而已 我們都沒有提出任何的公式 我們剛剛說這個磁通量的變化大小 其實會跟鐵心的位置 鐵棒的位置有關係嘛 對不對 越靠近的 如果這個鐵棒越靠近你的感應線圈的話 通常愛上所接收到的這個磁通量的變化會是更顯著的 對於直流電來說呢 你的輸出電流 雖然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在Primary Core 有上面的這些Current 都是一樣的狀況之下 但是它也有可能會藉著鐵棒的位置改變 而造成感應電流的大小變化 那問題來了 那我不會用直流電就好 不要用交流電 然後我們做一下普查好不好 反正就舉手而已 你覺得可以用直流電的舉手 好 兩票同意 好 多了一件 不行能挺拒 還是只能用交流電的挺拒 好 那為什麼 好 我再講一次喔 我們現在是直流電對不對 今天 這個鐵芯 一樣從原本平衡的位置往下移了 那換句話說 下面這個Current 瞬間所獲得的磁通量其實是上升的 所以它有 它的磁通量會隨著時間改變 對不對 它會產生一個隨時間的變動 這個就是感應電流 或感應電動式的來源 對不對 磁通量如果是constant的話 它不會產生感應電流 但是如果它有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感應電流 所以換句話說 下面這個就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上面這個呢 同時之間也會產生一個感應電流 而且它產生的感應電流 或電動式 剛好應該會是反向的 因為理論上來講 這一個方向的移動 會造成這邊的磁通量上升 這邊磁通量下降 所以它們的變化是反向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它會不會累積出一個感應電動式的差異 會 那這樣我可以拿它用來量測這個物體的位移嗎 唉 覺得還是不行了 請舉手 好啦 我知道你們不敢舉手 是因為我會叫你們回來 不是因為你真的絕對不行 來 我們再想多一點點好不好 當你的這個位移所製造出來的磁通量改變 而反映在我們的感應電動式之後 如果這個位移停止的時候 停止不動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磁通量還會繼續改變嗎 不會很好 所以會有感應電動式產生嗎 不會 它會繼續回到原本的steady state 所以換句話說 我剛剛說的那件事情 只有在移動的瞬間會產生 然後過一段時間 很快的時間它就不見了 因為沒有磁通量改變 所以這在量測上面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只有瞬間才會變化 如果你沒有抓到那個瞬間 或是你的量測的瞬間 剛好沒有對得很準的話 你可能量測到一些些差異 但是不是剛好是pick value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正確地去反映出 它的位移的量到底是多少 可以嗎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使用一個交流電的話 代表它是隨時都會有一個 磁通量的變化 因為它是交流電嘛 電流是不是一直在改 電流一直在改的話 電流一直在改的話 你的輸出也一直會有這個 就是它隨時間的變化量 一直會變化就是了 OK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 三個所有的一個輸出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 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使用一個交流電 這樣可以的 對啊 還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 相對於前面的那一個 resistive或strang gauge來說的話 你叫chip sensor 就是我們用電感的方式 這個感測器 它的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通常來講 不太需要直接的接觸 也就是說呢 你的代測物跟我們的扣勇 其實不用連在一起 它只要能夠碰到就好了 OK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它其實是用感應的方式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代測物 其實是想辦法跟那個鐵芯 連在一起就好 或是可以碰在一起就好 跟我們的扣勇 其實是不需要碰在一起 但是問題呢 因為我們量測的是感應電流 所以其實也不能夠離得太遠 因為我們知道感應電流 跟距離的平方可能會成反比 OK 所以它其實是會有一點點空間的限制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容忍一些惡劣環境 因為既然不用碰在一起 所以你的扣勇是全部可以密封在一個 應該說它可以完整的密封 一旦它有完整的密封 它就可以去抵抗水氣和溫度的改變 這兩個東西其實就是 金屬導線或是電子器材裡面 最大的一個殺手 對不對 就是高溫跟高濕度 對不對 那如果有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我們通常電子的設備會比較容易壞掉 但是如果需要直接接觸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完全隔絕掉 可以增強 增長使用的一個壽命 那這個部分其實應用還蠻廣的 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什麼呢 我們這邊舉了幾個例子 一個是Traffic Lite 跟交通是有關係的 OK 感應的這個交通號制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是Metal或Mine的一個Detector 金屬探射器或地雷探射器 我們先講探射器好 探射器大家應該都看過吧 在Discovery上面 你應該沒用過 但是應該看過 反正就是一根廠廠的前面有一個Detector 然後他們會掃來掃去看有沒有金屬的東西 為什麼它可以work啊 為什麼通過金屬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一個滴滴叫的聲音啊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金屬的部分會製造出齒通量的變化嘛 對不對 靠近金屬的部分的時候 靠近一個導體的時候 它可以只要你的那個探射器的尖端 有一個Primary Coil 你給它一個交流電 那它通過金屬的時候呢 它會在Secondary Coil上面呢 獲得比較高的感應電動式 那你只要把這個感應電動式連接輸出 到一個封明器的話 那你經過一個金屬導體的時候 它就會交流 它的最基礎當然 可能會結構會比我剛剛講 還要再複雜一點點 但是基礎的概念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探測 在地底下的這些位置的結構 可是問題呢 隨著這個距離如果拉遠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測得出 所以這些東西 金屬探測器或地雷探測器 都是有它的運作的一個極限 它可能超過一公尺兩公尺 它的敏感度就會差很多 那另外一個在交通上面的應用是什麼呢 其實我想要舉的這個例子 是那個闖紅燈的那個違規照相機 違規照相機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不過現在大家都騎機車 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不過我們的違規照相機大概有兩種 一個是超速 另外一個是闖紅燈 超速來說的話 必須要知道你的車速是多少 所以它其實是用公普的效應 用一些雷達吸收反射的波型 反射波以後去分析它的頻率 來知道你的車速大概是多少 Rock用的是這個概念 另外一種呢 闖紅燈 請問現在各位知道 炒紅燈是怎麼抓到的嗎 如果它也是用都普勒效應 那種打出去反射波的話 首先 炒紅燈的話 它的確跟速度會有關係 可是問題 你馬路上面的實質路口 隨時都有車子在跑 那你這個雷達發射出去的話 是只要有東西可以反射它 你都會接受到結果 那我怎麼知道 這是從哪裡來的 我怎麼知道現在這個反射 或是從哪一台車子上面來的 我不能預期說 今天紅燈亮的時候 所有的路口都不能動 所有路口的東西都不能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知道 現在有人闖紅燈呢 下次如果你有經過這些 有在測闖紅燈的這種 違規照相的路口的時候 你仔細看一下下 那個 我們不是都會有一條白線嗎 就是紅燈的時候要挺的那條線 那條線的後面 它其實地上都會有一些 切割過的痕跡 為什麼要切割呢 就是要在那個地方擺下感應線圈 下面其實就是一個感應線圈 它感應的是什麼呢 感應的就是你車子經過以後 所獲得的感應電動式 很多停車場的時候 也是用感應的方式來做 一些選擇操作的 它其實也是用的也是類似的一個原理 所以你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它的地上 它通常都會有切割上面的線圈 大概是矩形或者是梯形的 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汽車就是一個很大的警署導體 所以它通過的時候一定會有 那個磁通量的改變 它一定會造成這些東西 它只要偵測到了在不對的時間 有磁通量的改變的時候 這個訊號就會傳到照相機 將它照照相向 然後就一千二或一千八就來了 OK 好 但是回歸到我們這些 身體上面的應用 我們通常想要偵測的位移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們通常像如果要偵測是 比較微型的變化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選擇 比如說很常見的一些應用就是這一個 LVDT 它是什麼東西的選寫呢 是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它也是Transformer 它的整個電路的架構跟剛剛其實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實體而已 各位可以看一下左邊這個解剖圖 孔面圖 它其實一樣也是用兩個Coil所組成的 OK 只是它把它用線圈繞起來看起來像平行的三圈而已 其中中間這一圈呢 是我們的Cronary Coil 它有外加一個交流電 兩側呢 就是我們的Secondary Coil 分別去接收這個感應電流 中間這個地方呢 藍色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導體的核心 OK 或是鐵磁性的核心 當這個核心呢 隨著物體的運動 沿著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OK 我們這裡大約是左右的方向 沿著左右方向移動的時候呢 兩個Secondary Coil 上面所產生的感應電流式 就會造成差別 OK 所以你的輸出電位就會有影響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輸出電位的大小 以及它的極性 它的相位 來判斷現在的位移是在哪一個方向 還有它的大小是多少 OK Roughly我們就是用這樣子的 那只要它位移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獲得那個 正確的一個結果 所以就算你的位移量是很小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去改變製程的這個尺寸 然後去擁有獲得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敏感度 所以這一個device它的大小 它可以偵測的位移量的大小 可以是幾公分 可以是幾公厘 或是幾百個micrometer 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我們只要跟尺寸的去製造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OK 到這邊應該沒問題了吧 好 這個叫LVTT 再來呢 我們要提的是一些電容式的方式 用電容的方式來做sensing的 OK 那電容其實我們都會在電路學上面應該也有學過 它的基本架構其實很簡單 就是有兩個導體中間夾著一些 可能是絕緣 或是可能是不是那麼量導體的東西的一些電路值 OK 用這樣子三層的一個平行層 就可以產生電容的感應 因為我們就知道在兩側 這兩個導體的兩側 如果有施加偏壓的時候 上面就會有電荷累積在上面 累積在這個金屬板上面製造出一個位差 OK 所以那電容的係數呢 可以由這個電位和那個電流的之間的關係式來導出來 這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電容這是屬於一個原件的一個參數 它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公式 OK Graphy我們大致上看一下 它跟什麼東西有關係呢 來跟我們的導電的電板的面積有關係 面積越大的時候累積電盒越多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的電容就會越大 然後呢 跟兩個導電板之間的距離會乘反比 很簡單嘛 因為距離越接近的時候 庫倫力越強 所以它累積的電盒也越多 OK 所以電容就會越大 這邊越小的時候 這個就會越大 所以它是乘反比 另外一個呢 還有跟我們的界電常數 乘正比 OK 那這個東西呢 會跟你的這個中間所夾 這個界電物質的特性是有關係的 Roughby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怎麼樣子 利用這個簡單的公式 來測量出位移呢 其實方法有很多種 看你的位移是跟著什麼動 所以我們這邊簡單的舉出三個類別 比如說 你把你的這個代測物呢 跟其中一個導電板連在一起 OK 所以看一下右上角這張圖 代測物在移動的時候 導電板也在移動 OK 導電板移動的時候呢 它代表的是 這兩個導電板之間 Overlap的面積會改變 移動越多呢 面積變得越小 電容也會隨時降低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去大致上推測出 只要你能夠算出電容 我們大概就可以推測出 現在的位移量大概是多少 OK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是說呢 我們今天的導電板 如果不適合移動的時候 金屬導體不適合移動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讓中間這個界電物質移動 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你就做哪一個 OK 那一樣的界電物質移動之後呢 那你就看 補進來還是哪一些新的界電物質 然後根據這個東西呢 去改變你的方程式 或者是第三種方式呢 是 我們今天呢 位移是另外一個方向 它改變的是兩個平行電板 之間的距離 所以 拉遠的時候呢 距離變遠 壓近的時候距離變近 進而去改變這個 電容的這個長數 一樣的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性質 去偵測出現在的位移 大概是多少 所以 有不一樣的方式 它們的重點就是一個 只要你的位移可以改變電容的大小 那我們就可以用它來偵測位移的量 因為電容這個系數 很容易可以藉由一些簡單的電路 簡單一些交流電的電路就可以側到 OK 所以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像比如說 以我所知的話 右下角的這種sensor 其實就很常被拿來做麥克風 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根 很有可能就是電容式的報紙做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講話的時候 其實是聲帶著震動 對不對 造成空氣分子的震動 那這個震動 就會傳達到各位的耳朵 聽得到 OK 那這個震動呢 如果今天是由麥克風裡面的薄膜 所接收到的時候 它其實也會動 OK 那這個薄膜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金屬的薄膜 所以隨著我的這個空氣分子的震動 這個薄膜的震動的時候 它就會改變兩個金屬管之間的間距 OK 所以它就可以動態的去改變電容的數值 那我只要能夠把這個電位的改變 給pick up下來的話 再適當的輸出 就是各位可以聽得到的這個聲音了 所以這個是一種方式 好 所以很快的我們要進入最後一個方 在 也不是最後一個 只是這個 位移量的一個最後一個而已 是我們的壓電效應 OK Pyzoelectric effect 壓電效應 那壓電效應呢 它其實只有發生在很特殊的一些 金格狀的物質上面才會有 的一個效應 不是每一個物質都會有 那最常見的 代表性的一些物質 包含像 石音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OK 那它是怎麼樣子的效果呢 我們發現 如果你在對著這個金格的兩側 產生硬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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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硬力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對它是做壓 壓擊的動作 或者是拉扯的動作 把它弄扁 或是把它拉開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會改變金格的一些結構 因此呢 改變金格的一些形狀 然後它就會造成裡面 這些電核累積方向的改變 因此呢 它就會在形電的兩端 累積出不一樣的電位 OK 然後這個電位呢 就跟你位於的形狀 是會有關係的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一個圖 這邊有幾個圖 我們先看左邊這三個 這個部分呢 它代表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當你的硬力造成了形電的時候 OK 比如說以最左邊這個例子來說呢 它是左右兩側 你把它做壓擊的動作 Compression OK 它距離變短了 金格位置改變 所以呢 它會在這一個 壓電材料兩側呢 累積出不一樣的電核 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左邊是正電 右邊是負電 因此呢 你的輸出的部分 你就可以根據這一個電位差 知道它現在所受的力 大概是怎麼樣子 它們會有一個線性的一個關係 OK 那這個中間這個部分呢 是你沒有在做任何的 硬力的狀況 OK 兩側的電位差就是0 OK 不會有帶任何的進鍵盒 這樣子 右邊這個例子呢 就是你做反向的 施以反向的硬力的時候 剛剛是壓緊 Compression 就是把它做expansion 拉扯 扯開來 這個時候呢 剛好它的金格 排列方向可能會倒過來 因此呢 它會在兩側 累積出反向的電位 OK 所以剛剛是左相對於右是正的 現在是左相對於右是負的 因此你就可以發現 它其實它的prorality 跟你的 應力的這個施加的方向 其實也有關係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去了解 現在它所接收到的力 還有方向大小是怎麼樣子 OK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壓力或是硬力 轉換成點群號 那這種壓電材料很有趣的是 它的這個硬力以及電位的這個關係 並不是單向的 不是只有外界的硬力可以改變輸出電位而已 今天呢 如果你在這個壓電材料兩側 施加不一樣的電位差的時候呢 它也會造成形變 OK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在介紹這個關係式 是可以反過來的 它是可逆的 我們原本介紹的是硬力 產生電位差嘛 對不對 現在呢 告訴各位的是 你施加一個電位差 它也會產生形變 OK 原因是這個樣子的 這邊一樣 右邊這三個主要解釋 我們現在的現象 現在你在這個材料兩側施加不同的電位差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地方 右邊施加是正電 左邊施加是負電的時候呢 裡面呢 這些金殼狀的電荷 它會去根據易電相吸 銅電相刺的這個特性呢 去改變它的排列的一個方向 造成了形狀上面的變化 以這邊來講 它造成的效果就是compressure OK 反之呢 如果你今天 施加的電位差相反的時候 OK 看一下這個交流電嘛 它現在是一個交流電的輸入 這個是相對上來講是正電 這邊相對上來講是負電的時候 你用相反的急性來去施加這個電位差的時候呢 裡面的電荷排列方向相反 OK 所以它所產生的形電也會相反 OK 這個東西所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現在只要輸入的是一個 假設你輸入的是一個正旋波 那麼你這個壓電材料呢 就會隨著正旋波的頻率 改變它的形狀 OK 一下子壓扁一下子張開一下 壓扁一下張開一下 壓扁一下張開一下 壓扁一下張開這樣子 這樣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換句話說 它就會產生跟你的交流電同頻率的正波 OK 傳遞出去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你可以用它來接收震動 你也可以用它來傳遞震動 OK 當它是一個被動元件 放在那個地方 你隨時去量測它的電位差的時候 它的角色就有點在像 接收空氣中的 接收周圍的一個分子的震動 反之 如果你給它主動的提供一個交流電給它的時候 它就會根據你的交流電的電位 去產生一個形電 所以你是主動的製造出這個震動出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壓電材料的一個特性 OK 那壓電材料呢 在生理上的應用其實也蠻多的 它可以廣泛的來應用量測這個震動的這個效力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我比較會去特別去強調震動而不是位移 原因是因為 相較於之前我們提到的這些電阻式 電容式或是電感式的原件來說呢 壓電材料其實比較適合去偵測高頻率的移動 OK 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今天運動頻率很高的時候 首先很高的話可能是Kilohertz 或甚至Megahertz這個等級的時候 它的運動速度非常快嘛 對不對 它的位移的改變速度很快 不是位移的量很大 而是位移的改變速度很快 那在剛剛的那些Effect裡面呢 往往會需要有一些機械的結構 或是電流感應的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運作得這麼順利 OK 尤其是如果你需要機械結構的這個引動 或牽動的時候 OK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壓電材料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基本上它在電位以及硬力上面 或行電上面這個對應 它就是一對一的對應 OK 所以它會非常直接的反應在它的偵測到的電位差 或者是它所產生的震波上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這個震動 也就是你位移的這個工作頻率很高的時候 這個通常來講 我們已經不叫位移了嘛 對不對 我們通常是叫震動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會使用壓電材料來做 為這個Sensor的一個材質 OK 所以它也會應用在一些 超音波的這些探頭的製作上面 超音波的探頭 我們在到醫學影像那邊的時候 會講更多一點點 或者是之後我們在 這個循環系統的一些 身體參數監測上面 講到這些應用的時候 會說多一點 我們這個地方先稍微跳過一下 因為超音波它其實是一些 比較高頻的一些聲波 OK 超過人的耳朵可以聽得到的聲波 我們都把它叫超音波 所以它的工作頻率很高 OK 此外呢 在一些比如說像輕輕的量測 或血壓量測上面 我們也會去做 有可能會使用到壓電材料 OK 那我們剛剛說麥克風 我們會用電容式的方式 來做麥克風的一個材質 其實壓電材料也可以 OK 而且壓電材料其實也很直接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了 你今天講話的時候 會造成空氣分子的震動 這個震動呢 會如果說是 施加在我們的壓電材料上面的時候 產生它的一個形變的時候 它也會有輸出電位的改變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用壓電材料 來當作麥克風的材質 OK 這也是可以的 事實上如果多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找一下麥克風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領域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用來做麥克風 然後他們做出來的特性 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OK 所以一個很大的學問就是 好 不過我們壓電材料 大概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根本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到目前為止 已經提了很多的Sensor 雖然還沒講完 不過已經提了很多了 看了那麼多 每一個原理好像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或許你可能會想到說 那到底跟我們要說的醫學工程 或是生醫工程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到底要拿什麼東西來量測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剛剛之前介紹這些東西 到底可以拿來量測什麼 OK 所以我們稍微summarize一下 就是提一下他們的應用 我們在剛剛所提到的這些感測器裡面 很多的應用都是拿來量測壓力的 你會發現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感測器 都會被應用在量測壓力下 譬如說一開始有提到的Strain gauge 可以嗎 對不對 然後呢 電容式的感測器其實也可以 然後呢 後來我們講的這個壓電材料也可以 好 那總之這些只要能夠拿來量測壓力的東西呢 唯有他們都可以用來應用在量測我們的血壓波上面 或者是血壓的變化上面 因為我們知道 血壓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OK 那我們身體出狀況的時候很有可能這個參數是可以反應的出來的 那到底要使用的是哪一個呢 是哪一種方式所做出來的壓力感測器呢 那會跟你今天使用偵測的方式會有很大的關係 你今天是在體內偵測還是在體表偵測 因為可能在不一樣的方式的時候你採用的偵測源就會不一樣 再次我們剛剛也提到震動 震動其實就是很高速的位移嘛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能夠量測位移的感測器 基本上都可以用來量測震動 只要它的結果可以隨時間而變化 但是呢震動的頻率有多高 它往往會決定呢我們到底要使用怎麼樣子的探測器 怎麼樣子的感測器 OK 它的頻率有多高 震度有多大 你需要的敏感度有多好 這都會決定你使用的材料是什麼 OK 像我們剛剛說的呢 其實心音呢就可以用這些 前面說的這個電容式的感測器 或者是壓電式的感測器 都可以拿來做測量 也就是說呢其實你只要在你心臟上面放一個麥克風 然後經過了電位的轉換之後拉出來 你就可以量測到你的心臟所跳動的聲音了 OK 那這個麥克風的材質呢可以是電容式的 也可以是壓電式的壓電材料的都可以 重點是它在心跳跳動的這個聲音 所對應的頻率頻埔範圍之內 要能夠有很好的 impedance的一個反應 也就是他們的impedance要夠低 它傳遞的效率要夠好 只要你符合這個特性來說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我們的感測器 那再來呢我們之前有講到 我們只要能夠測得到位移的話呢 就可以根據時間的間隔 量測到速度 物體位移的速度 OK 那這個速度的話呢 在身體裡面我們最有興趣的速度 大概就是血液流動的速度 不過這裡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在前面講的這一個 這些所有的方法裡面呢 我們要量測到的位移 通常都需要或多或少都需要有點接觸 有點靠近 就連是我們的電感式的方式 我們都得稍微靠近一點 你才能夠收到感應電流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我們今天要量測的速度 沒有辦法把我們的Sensor 放到我們的血管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需要使用別的方法 OK 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血管裡面的時候 或者你可以用剛剛的方式來量測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方法可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 呃 提提醒各位一下 那但是原則上 這個量測速度 呃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有用的一個方式 最後呢 稍微提一下 體脂肪這個東西 因為必須我們座位要做 我們上一道有提到嘛 那 呃 現在房間其實已經開始有很多 量測體脂肪的機器了嘛 對不對 它長得就像那個體重機一樣 其實現在有用過的請舉手下 呃 OK 好 大概 接近十個人左右 齁 我先問一下 你們用的應該就是那一種 看起來很像體重機的那一種 對不對 有人用的是其他的嗎 因為也有其他種齁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講的是 看起來像那個體重機那一種 齁 那它跟體重機最大的差距在什麼地方 體重機常常有 然後體脂肪很難看得到 是這樣嗎 還是體重機通常比較便宜 一台一千塊大概就可以買得到 體脂肪可能買不到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差別呢 有用過的人大概就會知道 它其實跟那個體重機的外觀上面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 蠻顯著的差別 就是體脂肪上面會有金屬的 金屬片 那些都是電極 它會有一個金屬電極 讓你的腳站上去 而且呢 它一定會告訴你 站上去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穿鞋子或襪子 OK 不是因為要乾淨 基本上它是因為電子的考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是利用電子的量測 來去推測你的脂肪的高低 脂肪含量的多瓦 OK 那脂肪含量的多瓦 跟電子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上次有稍微提到 全身上下因為含的水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 我們會把人體當成是一個導體 OK 因為水基本上是極性分子 裡面只要這些 金屬的這些離子來講的話 它都有蠻好的導電性 只是呢 如果有脂肪的地方呢 它可能會影響這個導電性 為什麼呢 因為脂肪是中性的分子 它在電核上面是沒有極性的 OK 甚至它會阻隔 這個電核的這個運動 所以它相對上來講 它的電子值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身體 視乘是一個導體的連結串連的話呢 那在左右兩角之間呢 你去量著它的等效電子的話呢 就相當於這整個導 串連的組織之間呢 它的等效的電子大概是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說 你如果能夠接受 脂肪的電子會比較高 肌肉啦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組織 脂肪的電子會比較低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由 串連的總和 這個電子的差異 大致上去回推 你現在脂肪的含量有多少 OK Roughly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非常強調 Roughly這個字 大致回推這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整個關心室裡面 有很多個部分 是沒有辦法確定的 譬如說 脂肪在的位置 會不會影響到你量測的結果 畢竟你現在量測的是 左腳相對於右腳的電子而言 的補抗而已 那如果說 我今天脂肪累積的分部 比如說集中在上半部 或集中在下半部 不一樣的時候 你量測出來的等效電子 還會一樣嗎 應該會有差別吧 對不對 可是這有辦法反應在體脂肌上面嗎 其實不太行 OK 然後再來呢 其實體內的電阻 通常都不太大 我們身體全身上下的電阻 最大的地方在哪邊 皮膚 OK 所以其實你皮膚的狀況好不好 OK 你的皮膚是那個 細緻白嫩的 還是那種粗皮粗肉的 其實也會影響到你量測的結果 因為如果說你像我一樣 就比較常在打四腳走路的話 那你的腳底的皮層 可能是比較厚的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量測的電阻 是比較高的 所以或許它會高高 你的脂肪含量 OK 因為它只是針對一般人的 這個身體組成的一個模型 去回推這個電阻 以及脂肪含量的關係式而已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東西裡面 會隱含著很多的不確定性 那當然我們會有一些方式 來修正這些影響 比如說像可能有些的體脂肌 它可能會需要比較多的電極 OK 除了腳要有的話 手也會有 也有這種 然後它可以比較正確的去偵測 全身的分布的這個脂肪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子 就是給各位洗個頭 希望各位在這次的作業裡面 可以去查一下這個體脂肌的運作原理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如果可以的狀況之下 我會希望各位去到會 大概去看一下 對一般人來說 我們的Impetence大概是多少 它的範圍大概是多少 那你偵測所使用的電流 大概是多少 OK 大概對它的數值不用很精準 但是至少你有一個大頭的概念 OK 這樣可能會對你去瞭解這個體脂肌的運作原理 會有一些幫助 OK 那甚至呢 我們現在會把所有這些sensor 它在很多應用上面 我們會把它放映在一起 把它綜合在一起 特別是我們今天有一些侵入式的 這些診算需要做的時候 像我們說的內視鏡或先導管 各位知道內視鏡是什麼嗎 Endoscope 它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鏡頭 伸進去你的身體裡面 讓醫師能夠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用可見光看 OK 那伸進去的地點呢 基本上就是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上面是從嘴巴 下面是自己想像一下 OK 所以上面通常來講 你可以看到食道 你可以看到那個胃 下面進去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那個大腸 直腸這些地方 OK 那最原始的內視鏡來說呢 它就是單純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 比如說你有沒有胃潰癢 有沒有胃傳孔 所以它其實需要的sensor 就是光學的sensor 它要把那個影像傳出來就好了 可是呢 像你現在比較進 發展比較先進的內視鏡來講 我們或許就會希望 反正你現在都已經一根管子進去了 那我想要知道更多的資料可不可以 OK 比如說我可不可以 知道裡面的溫度是多少 裡面的 比如說 裡面的一些壓力的參數是多少 等等的 OK 那這些東西可能都可以 跟我們的前面這些 前面的這些sensor 歡迎你在一起 只要你的這個 內視鏡的這個設備 能夠 再跟我們的新的這些 探測器 或是感測器的元件 組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量身到更多的數值 你可能就會獲得更多的一些information 比如說你可以知道裡面的酸鹼石是多少 或者是血液血氧含量是多少 這些都是有一些幫助的 OK 那心導管也是 它跟那個內視鏡走的是不太一樣 心導管主要走的都是血管 OK 所以這兩類是不一樣的 它都是進到我們身體 都是長長一根 那是 嗯 進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一樣的 你心導管進去以後呢 你除了能夠知道血壓是多少 然後 這個血氧能力是多少以外 你可能也會希望能夠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等等的 所以我們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呢 把這些sensor 盡量做的微型化 能夠了解更多的參數 那可能就是我們發展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好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sorry 講的比較多一點齁 休息一下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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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